Hello,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电最极0621期 恒指暂三年跌 端五个月会不会最弹翻过呢? 挖住个欧斯,来时 好了,我们今期依然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今天的一个收盘点评 第二个部分是恒指方面的分析 也有个同学比较关注 广股从周一到现在连续三天跌了八百多点 之后还会不会继续跌呢? 所以今期依然有个同学去分析一下,好吧 第三个部分依然有个股分析 有同学问到阿里巴巴、美团、港交所 以及两个美股分别是英特尔和麦当劳 这些个股店有同学持续关注 同样今期依然有个同学去详细解答 OK 好了,在继续课堂之前再提醒那位同学 无论现在坐在电脑旁边 再拿着手机 尤其是第一次收看我最新教学的那位同学 你记得在YouTube这个频道按订阅 订阅之后,再按这个黑色的小铃铛 才能够时刻收到我最新教学,好吧? 好了,再来我们的正题 首先我们看回今天6月21日 早上8点16分,蜡帅预期将港股行情提示的广播 现在已经装作蜡帅手机文特色指标的各位同学 通过提示大家看到,目前指数方面 是处于一个太好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好有占优 好有占优,告诉大家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中短期波段整体趋势向上比较多 当然相反,通过绿色飘帅我们看到 大多数来说,就对表太淡 指数或者个股,如果是处于飘帅之中 多数都是跌为主比较多 当然通过颜色的转变 红绿飘帅转会,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红转绿 沽,对不对? 绿转河,买日 其实它告诉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向 OK 当然最重要一点,其实飘帅 还可以告诉大家 目前它的阻力和支持是多少 当然平时我也有和大家说 裂口,对不对? 裂口产生,妖魔非常强 妖魔非常弱 当然裂口都可以作为大家的支持和阻力去对待 但是裂口不是经常有 所以有飘帅,就随时随刻 可以帮大家看到 现在的支持和阻力在哪位置 对不对? 目前大家看到,指数方面整体 是处于一个技术性回调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大家还记不记得 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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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从目前来说 六月份 包括之前前两个月 四月或五月 乃上就和大家说 当时就和大家说 第一个就加息未定 第二个,其实四月和五月 经济不太好 目前来说 之前为什么这个位置 一段时间升得这么厉害呢? 其实呢 乃sir的一个分析 是有意被推高的 所以现在经济 并不支持现在的一个 恒指的一个比较强势 所以现在 回调呢 就是技术性的回调 之前升得这么多 回落一阵 或者回落一半 都是正常的 所以来说 这两期的一个 组本提示 我一直和那些投资者 同学类部学员来说 就提示大家 目前技术性回调 跌呢 就不会跌那么多 因为我们知道 6月8日这一天 我告诉大家 它是收阳烛 整体呢 今个月 比较强势 最加上 我见到 飘带呢 它是比较阔的 所以说 为何提示大家 对指数方面 回踩至红色飘带 或者 深入红色飘带 收阳烛的时候 市场呢 就有反弹信号 那当然 今天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市场 更加弱势 那究竟 飘带这里 会不会如期反弹呢 或者什么时间反弹呢 其实今天 都比较多 投资者 或者内部学员 都比较多问到 等会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乃属计划分析 好吧 这个就是指数方面的 个股方面 依然和各位同学说 汽车呢 可能未来 一年 凑几次都有的 因为 深能源汽车 就是 目前 国家大力支持的一些行业 汽车 大家要经常关注 有低位的时候 大家就去入货 有时 如果要追高 或者要持续持续 就看它没有壮家 OK 银行 半导泰 目前大多数个股 大家如果通过 蓝水的特色指标 比如说 红绿飘带 是富途牛 大家知道 现在很多板块的行业 大家看到 很多就开始 转红色飘带 比如说 类房股 都转成红色飘带 不过它稍微来说 就比较弱 但铝房股 我就跟投资者 一直说过 其实现在国家 不支持房地产 所以 有时 除非现在 反而房地产 有时变成反向指标 经济没有需要 房地产拉动 所以来说 房地产 铝房股 一直不太好 汽车 就不同 汽车 大家看到没有 虽然它交易成交 没有一层楼那么多 不过几部车 加起来都不少钱 大家看到吗 周线图 月线图 目前来说 都是红色飘带 那边 中短期 大家可以做这只汽车股 汽车 大家知道 比亚迪 或者小鹏汽车 这些相关的常乘汽车 大家看到 如果庄家比较多 大家去操作 不过现在大家看到没有 连元宇宙这些 相关的这些过股 其实都转了红色飘带 包括里电池 因为里电池 是我们汽车的主要核心部件 有电池 它才能够驱动 所以说汽车好 大多数电池方面 这些都会好的 好吧 这个就是板块方面 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说 那为什么前一两期 特别我记得 昨天的一个造判提示 跟大家说 大家要专门去做那些 有政策加持的 相关行业板块 汽车就是其中一点 好吧 大家注意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做盘提示 跟大家说的 那我们再看回 今天的开始情况 今天 开盘是19,305点 相对星期二收市 19,607 那其实 又产生了裂效 300几点 基本上 很大可能性 就会产生裂效 最终收市 大家看到 19,218 最终跌幅是388 388 388 那其实有些同学 都问到388 这个个股 那其实目前来说 已经从周一 到今天周三 就已经 我记得周一的时候 收市还是2万0 40点 对不对 那现在到了19,218 那其实整体已经跌幅了822点 再有800几点 那这个力度也挺大 有同学就说 那之前升了这么多 现在会不会再跌回原来的位置呢 啊 OK 那这个呢 都很担心 包括现在飘带的支持 那现在接近红色飘带下延边 有同学就问 会不会跌穿 反正就很多同学问到 所以说 恒生指数现在 那确实来说 有些似好像有转弱 究竟是不是转弱呢 那大家去看看 现在的恒生指数分析 那现在目前来看 那外部环境 直接影响股市的政策 消息并没有 虽然说 现在中美两大国家 经常现在开始有互动 不过来说 现在中长期态就不好 短期可能暂时 缓和一下 不过影响股市就没有 直接影响 所以说就直接和大家去分析 技术分析 好吧 技术分析 那首先我们看看 两大指数 和现在影响的恒生指数 是如何 因为来说 我们分析恒子 我们一定要研究 杜瓊斯指数 美股和上证指数 因为这两大指数 背后 是对表 美国和中国 大陆 全球最有钱的两个国家 所以说 恒生指数 一直都要看这两大指数 以前早期的时候 经常看杜瓊斯指数 经常跟大家说的 现在我看看杜瓊斯指数 杜瓊斯指数 杜瓊斯指数 大家看到没有 恒子最近 无论是趋势或强弱 都和杜瓊斯非常似 现在他也是曾经历口 昨天的一个夜市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目前来看杜瓊斯 究竟会不会大跌 首先看周线图 周线图 虽然说蓝水的特色指标 买卖指标 已经出现了沽出的信号 不过本周还未结束 如果出现了沽出信号 说明他上方压力 暂时未能突破 不破不落 那他就会回落机会比较多 那回落 现在大家看到 现在是红色飘带 红色飘带 对表太好 趋势向上 不过飘带 这个飘带的阔度 并不是很大 所以说相对来说 就回落的一个趋势 还是比较大一点 那回落 大家看到日线图 现在正体回落 那从现在的一个趋势来看 杜瓊斯指数 回落到红色飘带 收阳足 现在目前从这个方向 和他的一个阔度来看 强弱 基本上深入红色飘带 收阳足的机会 最反弹的机会 是比较多一些的 现在还有回落 还没碰到这个红色飘带 大家关注 大概在这里 33,760 这里附近 最低一点 这里碰到红色飘带 应该差不多就会反弹 那当然如果有些比较强势的一些市 那有时呢 在这个附近 它收阳足就会反弹 所以杜瓊斯指数 目前来过 越来越接近反弹的机会 好吧 那再看回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大家看到没有 就非常之弱 比恒指还加弱 最加上我之前和那一投资者说过 上家 我和大家说 这里3275 这里红色飘带 这里上沿 大家有没有印象呢 大家一直要关注 蓝水教学就知道 3275我和大家说 很难突破 而且 就算突破的话 力度都不大 为什么 因为我和那一投资者说过 通过上证指数周线图 大家看到没有 因为资金在流出 资金流出 绿灯对比资金流出 那如果资金流出 整体的趋势来说 它上穿这个红色飘带 上沿边 再令这个红色飘带 变幅 机会是比较大 小的 所以说 乃尔米和大家说 所以比较难度 阻力比较大 再看回日线图 大家看到没有 日线图 现在绿灯已经出了 资金开始流出 大家看到没有 为什么我常和那一投资者说 绿转红和红转绿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小心点 有时这种转红色又马上 市场比较弱 或者整体外部环境影响 使股市下跌的时候 飘带大家看到没有 就开始短暂 所以说大家要持续关注 不是说 绿转红 红转绿就一定 就是市场买日估出 大家要结合资金 万一它资金流出 或者比较弱的时候 可能就短暂 现在跌穿了红色飘带 很大可能性 即将下来又变成绿色 所以说符合之前和那一投资者说 周先能突破 它一线能够表现得比较好 就比较难 所以说为什么 常常和那一投资者说 我们做股票要看长远 望远 我们知道 当下才能够比较容易操作到 那当然 即将下来 上证止所 因为大陆这边 就放假放三天 周四周五周六 就休息的 要到下星期一 所以说 现在目前来说 这个星期就结束了 那上证止所 如果最要下行的话 它到达这个双重保管线 基本上 有比较大的一个支持位 所以说它最下跌的一个空间 并不多 好吧 这个就是莱Sir和大家分享的两大指数 所以来说 目前来说 两大指数 都有一个反弹的 一个讯号 接近 接近反弹 那恒指呢 会不会都有接近反弹呢 那现在我看看恒生指数 好吧 恒指呢 那大家看到 一样我们要看长远一点 看周先图 那大家看到没有 那指数方面 我是和投资者说到 现在目前周先图 那其实19,800 是比较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目前 绿色飘带 通过莱Sir的技术分析来看 19,700 这里附近 那其实是一个阻力 现在又跌穿了 星期三 今天 所以来说 如果上穿到这个位置 最回落 那起码能够稳定一点 通过特色指标 大家看到 除非现在的指数 升穿了绿色飘带 能够在这个飘带绿色 下延必能够稳定 飘带了之后 它才有变窄的一个趋势 即将来 最转红色 机会比较多 那当然我周六 上一期的一个 教科当中 已经同过了 投资者说 目前因为资金又流入 那机会是比较大 不过目前来说 半周还没结束 这里依然 还要穿着红灯 所以来说 一晚九千八 还是大家要关注 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 阻力或者支持 当然 这个星期来说 目前看 现在跌穿了这个位置 而且 跌到一晚九千二百多 是吧 所以能够上回去 就比较难些 可能星期四 星期五 明天有市 是吧 所以目前看 回落机会比较多 最加上 大家见到 乃sir的一个 特色指标 恒生指数 这里 周线图 已经出现了 沽出信号 所以过目前来说 上方阻力 难突破 回落机会比较多 那当然回落 空间都不多 大家见到没有 双重保映线 这里空间不是很多 那边碰到这两条 的一个情况之下 会反弹 所以为什么 乃sir和很多投资者说 乃sir认为六月 很大机会是个低位 因为来说 即将来下半年来说 七月之后 下半年经济 无论是政策 很多意见生效 或者 越来越多的政策加持 下半年的经济 肯定比上半年好 所以有比较好的经济环境 就能够支撑这个股市 所以现在跌 基本上 目前来说 乃sir的一个 做盘提示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两天 旅报学员也知道 逢低下落 逢低下落 你没有认为 现在就升了很多 但很多时候 最后来看 现在 目前来说 是比较低位的 好吧 这是乃sir和大家说的 所以目前来说 大家看到 未来吹了 可能这个位置 还会回落 少少 如果不企稳 一万九千八 这个情况下 半周 还会回落 OK 当然有资金 有流日 它回落的 这些机会的幅度 比较少 好吧 当然 现在究竟 会不会反弹 今期主题标题 跟大家说 现在大家看到没有 日线图 已经产生列口 列口是我们 K線上方 说明现在的市 是否比较异弱 对不对 最加上我经常 月初的时候 就和大家说 月初 除了比较强弱 关键日 我就和大家说 港股有一个特性 每次 好像佛旦节 或者端午 或者节气 之后 港股也会有一个转势 我月初 就和大家说 因为我们明天 这个是优势 所以这里 顺便提醒 旅报学员 明天就收不到 因为明天没开始 对不对 OK 23号 按照历史以来 那些节假日 很大机会 会转向 当然 转向机会大不大 或者会不会加速 很多时候 这个转折 应该叫转折 不是转向 目前大家看到 如果从飘带角度来看 按照做本提示 要收阳足 对不对 现在还没收阳足 如果 即将下来 如果收阳足 它反弹的机会比较多 反弹 不过目前 从资金角度 现在流出 就很大机会 还会向下 穿这个 红色飘带 不过 虽然资金流出 可能它反弹力度 都会比较少 一些 目前看 所以说 关键 我就看 周五 有没有收阳足 如果收阳足 有反弹信号 如果没有收阳足 或者收阳足 如果先穿了 红色飘带 最收阳足 如果还能够站稳 因为91004 还是有机会 反弹上去 好吧 当然 如果跌穿 刚才跟大家说 上证指数 没有什么空间 其实 从恒生指数 的一个角度来看 现在大家看到没有 J已经接近于0 说明如果它最下跌 还是超跌 其实机会 都快来 因为机会 是跌出来 对不对 机会跌出来 所以大家就要关注 星期五 有没有收阳足 好吧 这个就是黎sir 和各位投资者说的 OK 如果有对于市场方面 或者个股 有不明白的 各位同学的话 你可以在YouTube channel 去留言 黎sir 根据情况 如果很多人问 大多数比较重要 我都在教学上 和大家序谈 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 我就在YouTube频道 回覆大家 好吧 好了 指数呢 就说到这些 那我们 如果对于黎sir 这些特色指标 例如是庄家 这些飘带 因为现在说真的 六月过了之后 现在看回六月 都不是说很弱 不是很弱 说明即将下来 是比较强 现在六月低位 机会是比较多些 所以说 现在很多个股 有回落 就是机会 大家的捕捉 那机会是怎么来的 机会是有准备的 投资者 那 知识工具 心态 对不对 有了知识 你是不是要结合这些工具 对不对 那这些特色指标 其实不是 一张都要全部装 它是一张一张 分开来的 那如果对于这些特色指标 非常之那么兴趣的话 同学呢 你可以在视频下方 找到相关链接 就会咨询到乃术 因为这些特色指标 是收费的 要收费的 所以说大家 要咨询的话 可以点击这个链接 就可以咨询到乃术本人 好吧 那即将来另外进行第三个环节 个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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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 美团 香港交易 索山伯伯 英特尔 麦当劳 这些都是经常说到 有同学都可能有买入的 那现在问回这些个股 9988 9988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它的目标价位 不过升穿了乃术的第一条 双重保险线 价位88 那现在我再看看 那大家看到 阿里巴巴 包括等着跟大家分享 美团 三八八 基本上现在 就和指数同步 基本上大家看到没有 都是周线图 是绿色飘带收音组 那又回落 而且大家看到没有 趋势指标这里 是绿色主线之下 那这里 说明这里 要上穿是有压力的 阻力的 好吧 最加上目前 大家看到没有 庄家不是很强 而且庄家还是减少 虽然资金还是流入 那边 它上面 阻力是很大的 好吧 阻力大 那边会回落的 机会比较多些 那再看回日线图 阿里巴巴 那现在就产生了裂口 裂口产生 那边是比较弱 对不对 而且吹晒 绿灯 资金流出 都是向下 所以说 那现在就等待 它有没有在红色漂带里 有没有收阳烛 那当我们看回9988 大家看到没有 我之前和各位投资者说到 大家有没有看到 之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和大家计算 目标位 88 那这一天 大家看到没有 超过了一元 高了一点 现在重复之前和大家说的 大家看到没有 碰到第二条保险线 基本上就是回落 所以说 双重保险线 能够告诉大家 阻力何时雷浪 升穿了 最迈向第二条 基本上到第二条 这个位置 基本上回落的机会比较多些 好吧 所以大家 可以根据这些工具 大家去操作 好吧 不过产生烈效大家看到 注意它 这里 82元 有没有跌穿 82元 3 跌穿了 就更加弱了 大家注意 就止蚀了 好了 那看回3690 3690 我之前和投资者说过 因为它庄家比较少 这个我看中短期 看淡的 中短期 淡 对不对 那确实现在目前从周线图的角度 大家看到没有 那现在呢 又是收阴族 说明呢 回落机会比较多 而且呢 一样都有压力 资金比较薄弱 庄家又减少 再看日线图 大家看到没有 日线图 那当然这里 都是等待 又没有反达 一样收阳族 不过现在目前从吹小绿色灯来说 包括庄家 比刚才的 9988 还加弱 所以回落的机会 下川的 这个飘带机会 依然比较多 下川的机会 大家参加飘带这个位置 我就不读了 自己去看 OK 好了 再看回港交所 00388 港交所 我记得好像有位 蓝小姐的投资者 都是在YouTube频道 问到 印象没有深 他说到一个叫 人民币 商币 和港币的一个 就是最近炒得比较热的 一个话题 就是现在 买港股去人民币 港币一起买的 他说 现在有这些政策出现 反而没有推动 关于港交所的 或者它的股票升 当然我也有回复这位同学 那现在 其实从 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主要还是看回 那这件事 对于本身来说 他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那其实这件事 对于人民币 国际化 是比较大影响的 对于股票 它本身 并不是说 促进很大 而且它是中长期的 短期看不出的 好吧 这个我是这样一个意思 回复这位同学 那三八八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了 他没有之前 三六九零 和九九八八 比较强 看连绿色飘大 都升不穿 就回落 压力非常之大 不过庄家 比较强 三八八 一线图大家看到没有 吹晒资金 相对 三六九零 和九九八八 就快一两天 那现在大家看到没有 港交所 现在从目前 吹晒看 都很大机会 如果保持 这个绿灯 还亮着 很大机会 还会跌穿的 如果不跌穿 那我们就等对 它收阳了 收阳了就反打 好吧 这个就是港交所 那当然了 如果没有资金 加持的这些反弹 它力度都比较少 大家都要注跌 好吧 三八八 好了 再看回最后两只美股 英特尔和麦当罗 英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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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 从周线图来看 现在 乃谁判断 这里有估出讯号 目前从庄家 吹晒资金来说 目前可能会调整一下 好吧 再看回日线图 大家看到 英特尔 比港股 刚才说的那几只 就比较强 这个飘带 起码来说 比较阔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说 回踩到这个飘带 附近 大概这里 33米 这里附近 基本上 很大机会反达 现在庄家 持续减少 洗仓 不过这里有个 比较不好的 有少少的 绿色筹码 大家看到没有 有绿色筹码出现 绿色筹码 就是套牢筹码 就是散户资金 好吧 1.80多 所以大家要小心点 OK 英特尔 现在说 在调整当中 等待机会 再看回最后一只 麦当罗 麦当罗 大家看到 在小时候 到现在 都比较喜欢吃的 麦当罗 麦当罗 我之前和各位投资者 已经说了 他中长期 还炸着 现在吹洗 又穿着红灯 资金 又快转红灯 现在就等待 庄家 本周结束 有没有持续增加 现在 MCD 麦当罗 目前 持续拉升的机会 大家看到没有 看他的月线图 多漂亮 这个飘带 庄家 还有很多上升空间 一线图 大家看到没有 已经转红色飘带 庄家 空间很多 所以为何和 投资者 插住 除了麦当罗 我之前和大家说 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 其实 比麦当罗 慢一点 大家看到没有 麦当罗已经转红色飘带 回落很正常 大家看到没有 他碰到双重暴现线 可口可乐 大家看到没有 一线图 顺便和大家说 如果做可口可乐的同学 这里可能有转机会 有可能会拉升 所以这些相关的 这些过股 大家一直跟着 都基本上 乃sir 能够肯定 今期的节目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